说到了这儿 穆国新自顾自端起了自己面前的杯子 喝了一杯酒后又笑眯眯地说道 麦部长啊 由于青田县这个案子实在是太重要了 在我们向省委汇报过之后 省纪委已经于昨天上午就全面接手这个案子了 现在青田县只有我们市公安局一个调查小组 在那儿整顿公安系统的工作 其他的人昨天晚上已经撤回来了 难道一行书记没跟您说这个问题吗 你是说你们把这个案子已经汇报给省委 由省纪委接手了 这么短短几天你们就把事情查清楚了 麦部长这个时候坐不住了 他感觉到他已经面临着一个万丈深渊 稍有不慎就会跌落下去 是啊 麦部长 你在京城里司法界是领导 你应该知道现在办案都讲究证据的 我想如果我们没有确凿证据的话 省纪委和省检察院也不会接手这个案子的 哎呀 怪之怪你们晚来了那么一两天呢 我现在也是爱莫能助了 麦部长听到穆国兴的这番话后 差点气个半死 明明就是你这个小王八蛋始作俑者 现在你倒是把自己给撇清楚了 你不光撇清了自己 现在还怪我来晚了 哎呀 看来你这个小王八蛋年纪轻轻 就能当上正厅级的市长 也不是全靠你家族的诱护吧 嘿嘿 还确实有点本事 接下来穆国兴的这一段话 让这个麦部长像哑巴吃黄莲似的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麦部长啊 你是京城里的领导 您过去为他工作的那位老领导呢 又是我爷爷的旧相识 那咱们也算是市交了吧 啊 我今天呢 就算违反一次组织原则 和您透个底 你表弟董奇昌的问题 已经不是你能干涉得了的了 不用说董奇昌了 就是我出了那样的事 我爷爷肯定也保不了我的 穆国兴说到这儿 看了看表 笑嘻嘻的对麦部长说 哦 麦部长 一行书记去洗手间 这么久还没回来呢 是不是他前来线的老毛病又犯了 您先喝茶过去看看 咱们也得是关心领导嘛 是不是 穆国兴刚要迈动脚步 就听到呆立在椅子上的脉部长说道 武市长 你不用去找了 我了解这个老花头 不管我能不能逃过这一劫 我都要感谢你 因为你能在我的面前说出真相来 现在 我也该回去了 麦部长说到这儿 就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几岁一样 慢慢地站了起来 一步一步地向包厢的门口走去 哎 麦部长 您这是怎么了 您要走啊 孙一行这个时候刚推门走了进来 看到了麦部长 咱还没好好喝一杯呢 看到麦部长的这副样子 孙一行有些惊诧地看着他 孙书记啊 我明天就要返回京城了 我有可能啊 不会再回来了 我只有一个请求 就是请你们使我的家乡 尽快富裕起来 让那里的父老乡亲们 过上好日子 啊 麦部长说完这句话 头也不回地 离开酒店走了 孙一行疑惑地问道 国兴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 哈哈哈哈 一行书记啊 您去卫生间这么久一定饿了吧 来来来 咱们先吃点东西 垫点肚子再说 两个人你一杯我一杯地喝了起来 孙一行看到穆国兴 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 又联想到麦部长刚才走的时候 那个表情似乎明白了这里边的事 就没有继续再问下去 没有了麦部长的压力 孙一行也放开了量 足足喝了有半斤的白酒 才步履 呛亮地坐上车 被司机送回了家 穆国兴回到了双龙大厦十八楼的住处 这刚一进房门呢 一个火一般的郊区就扑到了他的怀里 他定睛一看 原来又是那个调皮古怪的彤彤 穆国兴惊喜地问道 彤彤 你怎么来了 怎么事先不打电话告诉我呀 郭兴哥 人家就想给你个惊喜吗 我这次来可是奉了总部的指示 来对双龙集团西北总部的工作 进行巡查的 你可千万别以为 我只是为了看你来的 赵婷这个时候出现在门口 笑眯眯地看着他们两个 行了行了二位 有时间给你们诉说中场 今天晚上我身体不舒服 时间就留给你们了 这一晚上啊 极尽缠绵 那在这儿呢 就不一一叙述了 清晨的时候 穆国兴依然被他的生物中准时叫醒了 看着怀中正熟睡的彤彤 小脸粉粉的 闭着的眼睛显得睫毛更长了 让穆国兴不由地想起了 中灵归房里的大个儿养娃娃 他轻轻地抽出了被彤彤枕在静下的手臂 翻身起床 来到了宽大的落地窗前 向远处眺望着 思绪不由地飞向了远方的京城 中灵回到京城已经半年多了 虽然两个人之间经常打电话 但是握着话筒 随着电话传来的声音 总不能一节两人之间相思之苦 昨天晚上 统统告诉穆国兴 中灵在他父母的家里休养得非常好 现在已经非常有一个准妈妈的样子了 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差不多六个多月了 穆国兴的妈妈专门请了两个非常有经验的保姆 专职照顾中灵 穆国兴的姑姑穆沁林 也定时接中灵去305医院做胎监 听姑姑说呀 中灵有可能怀的还是双胞胎呢 彤彤讲述的这些 都是中灵在电话里没有告诉穆国兴的 特别是听到彤彤说 中灵怀的是双胞胎 穆国兴不由地心里一众冲动 他想马上飞回京城去看看中灵 问一问他为什么不在电话里 把双胞胎的这个消息告诉自己 也许是中灵这个轨迹令 想到时候给自己一个惊喜吧 不知不觉的穆国兴在窗前站了好一会儿 他想到了现在金山市的工作 拼命地抑制住自己想回京城的冲动 随着一声话语 一团柔软贴在穆国兴的背上 老公 在想什么呢 穆国兴回头一望 童童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好啊 睡得很好 昨天晚上是我这段时间 睡得最踏实的一觉 国兴哥 林儿姐快要当妈了 我也想给你生个宝宝 你说好吗 童童这句话确实令穆国兴难以回答 一个女人不能生孩子就不能称之非一个完整的女人 这个想法不仅是童童自己有 估计无音赵婷 雷类也都会有吧 可是他们如果生了孩子怎么给孩子一个身份呢 童童 我理解你的心情 这件事等过一段时间我回京城的时候 咱们再商量 好了 穆国兴说这句话的意思 是想等忠灵临产的时候 回京城和忠灵商量一下 在穆国兴的心里 忠灵一定会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他也知道 任何一个女人在生产时都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在自己的身边陪着 穆国兴可不想给忠灵留下一辈子的遗憾 吃过了早饭之后 穆国兴和赵婷彤彤彤告别的时候 拿起了自己的手包 乘车来到了市政府 到达办公室不久 林浩就敲门进来了 市长 新任命的清田县委书记刘向东和县长孙廷国要求要见你 哦 他们两个来了 快请快请 不一会儿刘向东和孙廷国连妹走了进来 穆国兴看到孙廷国在和刘向东一起走的时候 脚下总是稍稍落后半步 不由赞许 他知道 这是孙廷国已经把自己融入了县长这个角色了 穆国兴马上离开自己的座位赢了过去 热情地和他们一一握手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向东同志 廷国同志 你们原来的工作都交代好了吗 我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来上任了 怎么样 市委组织部那边报到了没有啊 刘向东正经微坐 神色沉稳 听到穆国兴的问话后 恭恭敬敬地说道 市长 我是前天接到省委组织部的通知的 昨天就把工作交代了 听组织部的王处长讲 这次和我一起去青田县的还有廷国同志 所以我们两个就一起过来了 刚才已经去市委组织部报道过了 穆国兴看到 半年没有见到刘向东 依然是风采依旧 语气沉稳 一副不卑不亢的样子 心里不仅暗暗赞许 穆国兴不禁想到 他当年从京城到宝和县 任县委书记的时候 就是刘向东去省委招待所找的自己 也许是因为唐启华的关系 从那个时候起 刘向东就有意无意地和自己越走越近了 当时嘛 自己和刘向东还是平级的处级干部 却没想到 现如今自己却成了他的上司 仕途之上 可真是难以预料啊 孙廷国看了穆国兴 立刻说道 市长 我的情况和向东同志差不多 只不过 我得到的消息稍微早了一点 我这几天 一直带着黄省长新来的苏德耀 苏秘书熟悉情况 一直到前天上午 组织部才和我谈了话 这才和刘向东同志约好 一起过来了 穆国兴知道 这是孙廷国 有意地不提前道 市委组织部报道 既然大家都知道 要去同一个地方担任一二把手 一把手没有去报道 你二把手急匆匆跑了去 是不是给人一种很急切的感觉 孙廷国心思缜密 考虑之细致 不愧是黄省长一手调教出来的 有信得过的人呢 怎么样 二位的夫人 有没有怪我不同人情啊 硬生生地拆散了你们的恩爱夫妻 把你们送到那么穷的地方受苦啊 市长 我原来以为啊 我这一辈子就只能待在省委秘书处 摇摇笔杆子了 没想到还有这次发展的机会 我爱人说感谢您还来不及呢 哪能责怪您呢 刘向东说的这番话是实话 在省委机关里像他这样的处级 或副处级干部 一抓一大把 这个形容一点不为过 好多的干部都想削尖了脑袋 到下面去干上一件 然后呢 再回机关就可以提个半级 运气好的呢 还可以提个异己 孙廷国这个时候也接盲说 市长 我老婆不仅没责怪您 还让我好好跟着您干 做出一番成绩来呢 穆国新看到刘向东 和孙廷国今天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都把他们自觉地 放在了一个下属的位置上 言语谨慎 分寸掌握得很好 原先的担心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原来穆国新对这两个人 有一些怀疑 担心呢 他们曾经当过 或者正在当领导秘书的身份 不能放下架子 或者说是不能摆正位置 利用自己和他们 有着不错的私交 而不能正确地认识到 现在的隶属关系 要说穆国新 对驾驭下属方面 是非常有心得的 在他青少年的时候 他的老神仙爷爷 就对他灌输了不少 这方面的知识 他的爷爷穆老 也用自己的工作经验 向穆国新 传授了一些 为官指导